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点半我们继续带您前进日本的仙台 一块来欣赏决赛季段的两场比赛 无数政府将比赛为您邀请到的球评一样是黄伟静黄教练 教练您好 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马上先带您来看一下现场 要迎接进场球员的开场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5年也是日本在相隔一年之后 再度承办女子协杯的赛事 上一次2013年也是在神户举行 今年是来到工程县的仙台 也是地主女将福元爱的家乡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福元爱在他生日的这天 并没有参与到决赛阶段的比赛 因为他在八强战士提前止步 在决赛阶段将要先进行继军战 也就是第三名的争夺 上午在主决赛落败的两位选手 还是要来争取颁奖台上的最后一个位置 首先要进场的就是来自德国的索尔嘉 目前世界排名第26名是本届大会的第12号种子 左手横拍两面弧圈的打法 今年也可以说是赛事的最大黑马 包括在第一轮击败了新加坡的冯天威 第二轮又击败了福元爱 那很可惜的是在四强阶段他是败给了中国女将刘诗文 不过第二年参赛 所有家已经是创下个人参赛来最佳的表现了 是的 在上午的比赛这个所有家 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都有相当精彩的表现 不过刘诗文整体的实力以及发挥是更高 所以在四强赛的时候就是击败了索尔嘉 那么也相当的可惜 对 索尔嘉赛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当然也谈到 他觉得刘诗文根本就是属于不同等场的选手 所以确实他就是败给了比他更好的一位球员 就是下一场比赛再努力了 接下来要进场的是来自荷兰 今年42岁也是本届参赛选手里头年纪最大的李角 其实看到李角在每次登场都是非常开心的表现 是的 相当的享受这次的比赛 其实在他们这个年纪来说 多打一场是一场 所以在这个年纪特别是李角其实已经42岁了 所以势必是相当的享受这次的比赛 没错 在八强战他是爆冷打败了中国的二号种子朱雨林 四强战刚刚跟石川家纯也是另外一位地主好手 激战了六局之后是以2比4落败 也还是有机会来争取第三名 也就是颁奖台上最后一个位置 李角过去在世界杯最好的前提是打到八强 今年也是缔造个人参赛以来最佳的成绩了 早上的比赛这个李角的发挥其实相当的不错 其实中间也一度给石川家纯带来相当大的困扰 而且比赛的过程当中整个来回 其实都是有来有往互有领先的状态 所以其实李角在这次的比赛整个状态 其实是相当的好 那么这场的这个季军赛喔 势必也是会是 哇两位选手里都是左手持拍喔 势必会有相当多的这个来回球 以及相持球的这个局面产生 蠻特别的在今年 杀进到最后四强的四位选手里头 有三位就是左手持拍的球员 其中李角还是持拍的打法 这更是现在在国际周团比较少见的 这种打法的选手 那当然李角在刚刚输给了石川家纯带之后 其实相较于日本选手 因为在地主出赛 毕竟是比较紧张一点 李角说他打得很放松也非常清楚 整个比赛的策略要怎么去发挥 比较可惜他是觉得他自己大概 后来脚步一位并不是那么顺了 所以整个正手的攻势 命中力并不是那么高 也影响到比赛最后的结果 没错 其实在比赛的后半段 石川家纯带整个变现的速度 以及角度上面 一直是不断的往李角的正手去压迫 这也是这个李角的年纪 这个体能上下滑带给他 就是脚步没办法到位 所以在比赛的后段 在正手位的丢分是丢的比较多 也造成了这个比赛的第六局的时候被拉开了 在欧洲桌球界 当然德国跟荷兰也算是实力相当顶尖的两支球队 所以在季军战交锋 李角跟索尔嘉 势必也是非常了解彼此的底细跟实力 对 不只是在这个公开赛 我想在联赛或者是这个欧洲的冠军联赛 也都有相当多比赛 或者是碰到对手的机会 李角也真的不容易 比他42岁的年纪 每场比赛都是跟相差自己至少10岁 起跳 10岁起跳 10岁是基本盘 那对手索尔嘉的年纪21岁 所以是一倍了 21岁的小将要打42岁 对经验丰富的球员 不知道他们在这个场上是做何感想的 好可怕 今年21岁的索尔嘉 当然在本赛季尔非常不错的表现 包括在欧洲杯打下第二名的成绩 仅次于奥地利的刘家 另外在德国公开赛呢 是拿到单打亚军 双打的冠军 那一度的晋级成绩 先通过了小组在的考验之后呢 4比0 横扫了冯天威 接下来在先输3局的情况下 连赶4局淘汰掉地主选手福渊艾 今晚在准决赛 迟洛斯败给刘树文 但是确实 这一战索尔嘉的表现是相当令人惊艳 在离角的部分呢 今年在欧洲运动会 是拿下了桌球项目 女子单打的冠军 也提前锁定了一席 旅游奥运的参赛资格 那同样的 他在这场比赛里头 林列的种子系是比较后面的 第13号种子 所以也是先经过了小组赛的考验 接下来还要再打这么多的比赛 所以 确实能够打到最后一天来讲的话 李角必须要对整个体力有更好的分配 对而且早上那场球其实对他来说耗损蛮大 因为这个 在速度上 石川的速度是相当的快 所以 李角在跟上 这个 石川的速度上 会消耗掉许多的体力 所以对于这个 连续接着第二场 其实是蛮紧凑的 这个赛程安排 虽然中间是有休息 不过毕竟李角在上午的准决赛事 比较晚 比较满打的 对 所以中间大概 休息了不到两个小时时间 又要继续上来 再打一场这么高强度的赛事 对 确实是用挑衍 1比1 轮到李角的发球 先来看看 这个苏尔嘉 对于李角的这个发球 适不适应 李角的发接发的技术 确实是他 蛮优势的一部分 当然苏尔嘉以他 左手横拍的打法来讲的话 会对于这种 李角 往球台右侧 往外拐的这个发球 应该会比较好接 对 我当然李角的发球套路也不仅止于一种 还有这个直线短球 这个高抛 然后到最后 呃 最后这个拍形 变换角度 发到直线短球 这个位置 其实有蛮不错的隐蔽性 早上也看到 石川家虫 有好几个球 都被他这个发球也晃到 没错 3比2 苏尔嘉再度超前 今天德国跟荷兰呢 各有两位选手 入选到女子世界杯里头 在荷兰的部分呢 除了李角之外 另外还有消球手里集 而在德国的部分呢 所有加之外 还有另外一位一板坎 也是相当年轻的球员 3比3 快速的加压 往修 这个推挡 实现的 这个直线的大角 但这个角度却是从这个球台旁边出去哦 这个角度会更大哦 交比赛也是近两年来 双方第三度在ITTF的积分赛上碰头 过去两次获胜的都是李角 一年包括了在今年第一届欧运会的 桌球女单八强战 当时李角是4比2 打败了索尔嘉 上一次呢 则是在去年欧洲杯的决赛 李角4比1获胜 所以索尔嘉呢 能否在第三度的对战有所突破 李角的揭发球的节奏 其实蛮多变哦 刚刚又是突然的 在台内摆了一个半出台哦 所以在揭发球的手法上面 李角还是 利用他自己本身持拍哦 这个直拍的关系哦 所以会有比较多的手法上的变化 哇 这边变得是索尔嘉 改变了击球的角度哦 再往反手更大的角度去拉 所以今天这个比赛胜负的关键哦 会是在这个变现的持绩掌握上面 以及这个角度 这边会有蛮关键的影响 7比4 那所有家打法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他的这个 弧圈球拉得非常旋转 而且力道也算是蛮大的一位球员 因为旋转强的话 防守的人会不好防哦 哇 好球 主动的变现哦 先把李角定在他的反手位之后呢 再往正手突破 5比7 现在所有家慢慢把分数给咬上来 哇 这个发球 对 这已经是今天比赛 第三次这样子发球的失误 都是这种想要偷一颗长球的时候 没有能够发好 这个可能要再回去调整一下这个 发球的击球弱点 以及击球点的掌握上面了 从早上的比赛到现在 其实已经在第三颗了 对 所以这个环节 所有家没有做的 盯得太细哦 两个发球分都没有能够守下来 现在让李角 差距拉开到4分 直接一个发球的得分 这个球也并不是直接是发得很短 是稍微有点半出台 所以让所有家出手不好出手 李角现在退台 比较不利 对 指败选手一退台就是不利 所以 每次在相持球的时候 你看这个李角 就是想办法在后面推了一颗 重心会再往前挪 来争取这个站位上的主动性 我要接发球 連續化解掉了两个局点 所有家还有一次发球机会 这两轮的发球好像状况并不是特别好 第一落点的掌握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再一次的重发 转正手 哇这个落点给的敲啊 非常靠近边线白线上啊 最后让所有家回击出界 第一局的比赛 由李角获胜11比7 在这场季军战 目前李角1比0领先 双语播出 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 继续跟我们一块来欣赏 2015年IDTF女子世界杯 在决赛阶段的转播 首先登场的季军战 赫兰老将李角在第一局的比赛 以11比7获胜 开赛还是把自己的技术特性 发挥的蛮到位 是 在第一局当中 也发球得分 得了蛮多分的 所以可祥在所有家 在接发球的部分 还是有判断上的失误 旋转判断没有那么清楚 直接局里比赛 由李角先来发球 哇 刚刚那个球就得漂亮 哇 好球 相当多拍的来回哦 哇 李角 其实我觉得他在场上发挥真的是蛮放松的 对 不过这个球打完他自己也喘了一口气 来回打比较多的对 所以他消耗也是比较大 因为这个积耐力整个消耗掉的体力会很大 哇 这个球又是急着想要压 李角先把拉球的节奏稍微放慢一点 嗯 快推 好球 直线保护得相当好 空档并没有轻易露出来 所以所有家也知道要变线 但是角度如果不够大的话 还不至于会产生威胁 对 所以变成是斜线的这条线路 所以要再先调动开 调动李角 到这个更更侧身位的这个位置 再打直线 才调动得开 如果说一般的站位在中间 偏右这个站位 你看这个 他直拍还是保持很好的重心 李角这边也是想要用反拍 率先变线了 但是差了一些 对 对 所以同样的持拍手 这个 在对阵当中 箱子球的变现 实际掌握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因为原本斜线这个优势 就变得不是那么明显 对 没错 我可以看出来今天这个李角 在这一场的正手 就有将节奏放慢一点 3比2 目前李角仍然1分领先 好球 加速了 来到机会 就必须要发力 这个球 角度也相当的开 看这个整个拍面 在最后再拉的这个拍面 是拉到球的侧边 所以球会向外 继续往外的侧移 哇 这个机会 李角的揭发球 其实已经冒高了 但是所有家 并没有掌握住 第三版的进攻出界 也让李角现在3分领先 想要刻意的放慢给短 改变一下节奏 5比3 5比3 哇 又是 幾乎在球回击 起跳的第一时间就出手 面对到所有家非常强劲的上旋转 还是处理的蛮到位的 主要时间点 李角有掌握好 好球 测身中路 直拍的选手 一个相当特长的一个技术 側身抢弓 那线路是选择中路 这个横拍选手最难防的这个位置 就是节奏 可以看这个他回推的弱点 哇 快慢的调整 另外弱点也有长短的区别 李角拿到第8分 可以看到在前面两局的发挥是比较弱于下风的 还没有我找到自己比较舒服的进攻节奏 对整个被他 线路上就是被李角控制住了 9比3 差距来到6分 这次揭发拧球是拧在球的侧边 所以造成一些旋转上的改变 舒尔加拿到第4分 扯下 舒尔加转 在箱子这段感觉李角也是比较主动 一拉上来第二个衔接都是跟得住 都是有意识的在给 中路跟反手的变化 最后转正手稍微差了一些 李角还是很清楚他的线路该怎么变化 哇 这是所有家的组合技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说讲的就是套餐啊 所有家的最大的优势哦 反手先把李角给拉住 然后再用正手加速的往斜线走 10比6 现在李角还有4个局点 直接又是8球得分 第11分也到手 让李角以11比6 拿下比赛的第二局 在季军战目前2比0 领先德国的索尔加 双语播出 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欣赏 2015年ITTF尼指世界杯季军战的比赛 和老将李角出战 德国索尔加的比赛呢 进入到第三局 前为两局呢 李角分别以11比7跟11比6 获胜 目前在局图上面是把握住了优势 从这个各个环节上面来说 其实就是 李角去控制住了索尔加 不管是在发球阶发球段 甚至是在相持段 李角在落点的 给的 选择上面 也都是去有效的去控制 索尔加的反手 发力 所以目前这个李角 还是掌握一定程度的优势 第三局的比赛 将先由德国选手索尔加来发球 側切 哇 这个就是经验了 索尔加 这个站位还是保留在原本的位置上面 对 这个球可以仔细看一下 側切 这个球突然变得側下 側旋 这个变成索尔加要再更慢一点 把旋转抵消掉拉上台 主动变现 这次有收到效果 否则以前面两局的赛控来看的话 比较他的这个反手推檔 其实是比较主动的一方 嗯 可以看到他是掌握到起 击球点 早点就是拉 这次有想要側身啦 但是被索尔加把球送到了正手的控档 一比二 嗯 这个球差了一点 位置没有到 所以我家在这一局哦 有在揭发球这边有想主动一些哦 因为如果再不发力的话 这个节奏上还是会被李骄傲带着走 所以他一定要在 第三板 第四板的上面先做发力 这次也是把自己的正手未有顾到了 索尔加 罚球之后 正手这一板 还能够跟到 第三局索尔加有了好的开局 哇 插边 哇 插边 这揭发其实 并没有揭好 对 却揭了一个幸运分啊 来到第三局 第一次的毛巾暂停 哇 这个球 索尔加完全没有机会能救 哇 这个球 索尔加摆得好哦 摆在 这个 中间小侧身的位置哦 而且最后 球的第二个落点 又距离桌边蛮近 嗯 哇 想要加压 凝起来有点带侧下哦 白转 哇 好球 漂亮的凡席 哇 这球 李娟也是自己 在测身的时候 已经有挤到了哦 这球基本上出手 已经没有什么质量了 遭到 索尔加的反拉 7比2 现在 德国女将有着5分的领先 李娟也想要再打得更积极 主动一点啊 很可惜这个正手 挂网 现在看起来在第三局 索尔加是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在这个进攻端上面 他做的比较主动哦 做了 比较多的测身哦 甚至是 呃 在击球的质量上面 刻意放的比较慢 那也 把这个质量打得比较高 让 呃 你假如在推挡的时候 要 花更多的心思 就没办法把这个 呃 节奏进行的太快了 这一次的测身也没有打进 让索尔加现在10比2 第三局呢 是抢先逼出局点 有8个机会 比较的正手出界 索尔加第三局11比2 获胜哦 也把局数翻成了1比2 是两位球员的第一次杀进女子世界杯的准决赛阶段了 最后的四强行列 当然世界杯也是年度三大赛 应该说国际桌团的三大赛之一了 今年在世锦赛之后跟着登场 对于欧洲球员来讲啊 当然今年又有第一届的欧洲运动会 多了一个战场 比赛来到第四局 要由荷兰老将先来发球 哇也是积极的测身哦 比较在这一局哦 我想会试着 做更多主动测身的进攻哦 来延续比赛的优势哦 相当 还有浮现哦 也是可以拉得比较高哦 第四局的开局 两度的正手拍都见功 前面三局来讲的话 反倒是反手的推挡 有比较多这个得分的机会 正手的威力还是要打开来 会更加有力 战术的运用上面哦 武器的调整哦 会 让对手有不同的 的这个 准备上 会有更多的负担哦 所以他这一局 我想正刚刚的正手 那两板得分 会让所有家 心理上 会要分心去到 这个 李教师会主动的测身哦 在这个环节上面哦 就变成要分心了 3比1 所有家在 第四局开虎了 放慢 哇 这个球 就因为节奏的变化的关系 所以最后所有家 并没有能够很顺利的回击 因为有时候李教在推球的时候 会刻意推稍微带下旋哦 所以这个过来的时候 对于横拍选择 如果要直接用推的也会下王 嗯 所以在 反手箱子的时候 横拍选择一般都是会用 带摩擦哦 在 反手用撕啊 用快拉 这样等于去制造 抵消掉旋转哦 所以像刚刚那个 所有家失误 那个球就是直接用推的 所以就会吃到一些下旋的旋转 好球 好球 直接白色的起板 现在把差距追到剩下一分而已 当然在今年的女子事业杯之后呢 2015年的ITTL赛季也 马上就要进入尾声哦 在11月份 还有另外一场瑞典公开赛 接着就是下个月 在古塔尔里斯本所进行的 这个年终赛 我今年 因为明年是奥运年的关系了 今年的休计时间会变得 比较短一些 很短 马上 明年一开始 这个世界团队锦标赛 很快的就在2月份登场 哇 这个球 犹豫啦 这球比较犹豫了 这是索尔加 在第四局的比赛首度超前 4比5 比较必须要掌握住自己 第二格发球机会才行 哇好球 索尔加从早上到现在这个 第一个球 你的直线哦 哇小手腕的力量 也是运用相当的不错 完全是掌握住了比较的空档 嗯 哇 这个战术是没错的哦 现在已经掉洞开 里焦的大斜线 反手斜线 而且重心其实已经掉洞开了 直线给的时候没有把握 这球比较可惜 对 回到一分差距 嗯 刻意的又是放慢的节奏 尽量把球拉转一点 里焦回击出界 嗯 当然明年里焦奥运的这个 选拔制度跟四年前的 伦敦奥运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嗯 所以明年开始选手就要开始 迎接各州的这个 选拔赛 对 所以各大州的选拔赛 也都是 整明年一开始就 开始举办哦 测身 这一局这个里焦 使用测身的频率也相当的多哦 因为这局如果能够拿下哦 可以将比数先带成三 局数带成三比一哦 这个就会对这个苏尔嘉 年轻的球员来说 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比分上面里焦一直尝试 咬上来 苏尔嘉的进中节奏 在第三局开始 其实已经慢慢进入状况了 对 主要的击球质量哦 有加高哦 这球关键哦 相当多拍的来回 哎呀 哇 反拍想要主动变现 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哇这一次苏尔嘉的这个防守 整个对球对点打得蛮好的 对 有跟住哦 不急哦 主要跟直拍打这个 你跟得住 那跟他们多打两个 其实横拍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哦 我里焦当然也不希望在这一局 遭到对手扳平啊 又把分数给咬上来 42岁的荷蘭老将啊 这是他性价第七度 参与女子世界杯 这轮的发球要注意了 把落点给发长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每一局比赛啊 里焦至少都有一分 是直接靠着发球抢下来了 来到关键时刻这种变化 还是让所有家比较没办法掌握 嗯 这个时间点其实蛮重要的哦 如果这个发球再让里焦拿回来的话 进入到9比9 那么到时候 9比9都换发球 又进入所有家的发球段 会变得其实 比赛会更紧张 所以这个时候 世界嘉人我想也是想要先 让所有家稍微冷静一下 然后在这个揭发球上面 先去做一些突破 先把比数带开 多带一分哦 这样子对年轻的球员来说 待会在自己发球的时候 会比较有信心 是 那德国女队的教练师姐 过去也是中国出生的选手 所以所有家尽管 自己没有曾经打败过里焦 但希望能够从教练这边 得到一些有用的建议 这次的暂停 其实所有家也花了蛮多的时间 在听教练的建议 回到场上第四局 所有家剩下最后一分的领先 当然他还要继续来接李焦的发球 哇好球 这个力道让李焦陷入被动 嗯 前面其实李焦还主动哦 但是这个球刚刚一边带开哦 哇就进入了 所有家最擅长的一个套路 对 10比8 抢先在第四局逼出了局末点 所有家有机会把 整个局数给扳平 哇好球 这次发球直接得分 也让所有家以11比8 拿下比赛的第四局 前面四局打完之后 这场季军战 目前两位选手 站成了平手 李焦 在2015年 ITTF女子世界杯的焦手 世界杯跟市井赛还有奥运会 是国际桌团的三大赛事 那当然每个赛事的频率不太一样 世界杯是每年都有 而市井赛的单打比赛 则是每两年一次 那奥运会当然这是最难 碰到的啦 四年才有一次 一旦拿下这三座大赛的冠军头衔的话 就称为桌球的大满贯 就跟网球的四大赛 收集到四大赛一样 没错 目前在女子桌团的部分 当然中国队的王楠跟张艺琳 都有这样子的记录 这三项大赛都曾经丰厚过 哇好球 第五局的比赛 现在等于重新来过 变成三局两胜制了 前面四局打完 双方是评分秋色 好球 又是掌握到这个 所有家回球比较高 人家还是主动的测身 直拍的这个命中率 测身的命中率 其实相当的高 也是他们主要的得分武器 2比1 海岸选手取得领先 高跑的发球 好球啊 直接的扣杀 让李娇拿到第三分 李娇这几场比赛打下来 其实局数也都打得蛮长的 2比3 索加这一分咬住了对手中路 拿到分数 哇这个球 被李娇正手的反贷 今年的女子事列盃总奖金是来到15万美元 没有杀进决赛的两位四场选手 第三名是可以获得15000美元 第四名则是有1万美元的奖金 所以IDTL比赛来讲的话 世界杯真的也算是蛮高额奖金的赛事 来到第五局双方的分数 依旧是相当纠缠啊 李娇4比3 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 哇这球拉得比较深喔 嗯哼 这个李娇在落点 在自己准备的时候没有退一步喔 4比4 哇这球硬推了 这个不推也不行喔 因为这个 质量上他已经被 李娇已经被挤到了喔 这个球回戳的时候 这个硕加拉起来质量已经很高 好球 主动的变现得手 所有家 现在 连续拿到三分 好球 突然改变了发球 把落点加长加深 这一次从揭发的 这第一板啊 其实所有家都陷入劣势了 在上午的准决赛 李娇有点先胜后甩啊 所以绝对不希望 在第三名的这个季军战 再来一次 不过也跟这个体力下滑也有关系喔 对 哇 马上再发球失误 这也是在这届赛会 比较少发生的情形喔 或许正如维京所讲的 这个李娇毕竟年纪是比较大的选手 体力会开始消耗 降低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喔 哇 这个球漏了 落点比他想象的还要浅 所以让李娇 这边是拿到第六分 也有可能是 所有家想要发出更大的力道 所以反而影响到整个击球的感觉 拉慢的 然后节奏是慢慢加快 所有家 最后想要再把角度给拉大 没有成功 7比7 现在第五局的比赛 来到中后半段了 双方又打平了 发球拳现在来到荷兰选手这边 好球 这球所有家选择变现实际也相当早 这也是在这局所有家蛮明显的改变 他的来回相持并不球那么多板 一有机会马上往直线送 好球 哇这两个发球李娇没有处理好 过去两次在ITTF积分赛上 所有家面对李娇 最多只拿到一局了 今天有所突破 他现在还很有机会抢下局数的领先 8球直接拿到分数 10比7 现在德国女将逼出了第五局的局点了 好球 不过呢李赛这边是 有说这个击球的时候是碰到手指啊 对 只要手腕以下还是合法的击球的 所以之前的规则是 只要有打到手啊 就是这个就算失分哦 但新的规则 这个是更改 有更改 有更改过 手腕以下 击到球都还是算合理的有效击球 李赛现在 连续化解掉所有家的局末点 9比10 第二个发球 哇 拿了3 点赶3分回来 现在 李赛也把第五局的比赛拖进了Dews 哇现在就是考验所有家的抗压力了 年轻选手的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个胆量 对 逆测哦 嗯第一次发 发挥到效果 哇甚至是他在这一届赛会所发出来的第一颗 哇有时候藏 藏招哦 要藏到很后面哦 关键的时候拿出来用 在10比10的Dews之后 德国女将 索尔加连拿2分12比10 他拿下了第三局 现在反倒抢先取得听牌优势 欢迎再度回到转播的现场 德国女将索尔加 在2015年女子世界杯的季军战呢 先丢两局 后面再连赶三局 现在抢先取得了听牌优势 他的对手是他过去从未战胜过的 荷兰老将李娇 好 第五局双方是一路缠斗到了 Dews才分出胜负哦 那苏尔加在Dews之后 这个发球的变招 有很好的效果 发了一个前面比赛都没有发的 逆测悬 哇好球 我的球有点触到的网子 0比1 两位今天都是写下 参赛世界杯以来最佳的成绩 好球 第三名跟第十名 当然还是有差别 有差 这个 奖杯啊 奖牌都有差 所以 1比 李娇手很稳 不过总算 所有家正手 在加速的这一拍 突破了李娇的防线 没错 前面这几个球 就有点在试探了李娇的站位 一位的速度 到最后把它调动开之后 再用正手 自己比较 更有杀伤力的正手 去得到这一分 所以可以看这个过程 相持的过程当中 其实所有家有在 在留意哦 这个李娇的整个体力啊 以及站位的位置哦 再调整几球的弱点 我同样的路线啊 这次李娇照顾到了 硬是 撈了一板直线回来 对 这球是真的是 惊艳撈到了 2比2 好球 现在这个 所有家变现的 这个频率有更高哦 就几乎不打 2、3个反手 有时候打一个就直接变现了 你知道如果相持久了 会陷入被动 对 干脆就在前面的几板 就做出改变 好球 这球被把握住 不然是抢先改变弱点啊 但是 并没有逃过李娇攻击的范围啊 3比3 进入到这局第一次的毛巾暂停 好球 嗯 这个球 自己拉丢了 对 不应该的无畏失误哦 感觉难度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所有家没有把握好 3比4 好球 这球 所有家也跟主神确认啊 对 那确实是有消到球桌边 分属判给了德国女将 现在双方再度回到平手 好球 好球 哇 又是 我这个球过程当中有出道的网子哦 对 影响到整个击球节奏 所以我李娇还想要在脚步往前啊 对 想要往前踏 不过可以 这几个球 所有家 这个相持 整个稳定度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不急躁的要发力 基本上都是 跟住多拍哦 那么去调动对手 等于是说 他已经有掌握到这个李娇整个变线的时机啊 以及变线的落点上面的整个节奏 所以现在在4比6 2分落后的情况下 荷兰老将李娇喊出了暂停 也需要喘口气啊 因为目前看起来所有家 在场上的这个节奏 已经渐渐的掌握住哦 所以李娇也 反观是李娇目前哦 没有什么 呃 弱点或者是说 有一个套路 能够拿下分数哦 这个时候对李娇来说是比较头痛 就等于只能从没派来回去找机会 对 自己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战略跟打法 没错 比较借由这次暂停也希望能够让脑袋更清楚一点啊 因为感觉这段有点乱掉了 重新回到场上 现在两位选手都把自己的暂停给用掉啊 李娇 还有两分的落后要追赶 所有家这个如果能够再拉开一分哦 会更有保险 哇 连续的变现哦 所有家也一直在找李娇的空档 但是这一次荷兰老将的并没有 露出任何一点机会给他 刚刚这个球如果在第三下再去震守的话 那就有机会了 是个不错的选择 每条线路不超过两下 好像是所有家的这个原则啦 好逆测 关键球来了 嗯被对手触网啊 还是能够救的回来 这一分对于所有家来讲会是 非常有提振士气的效果 守住领先 整个信心哦 慢慢的建立起来 李娇自从2004年是取得荷兰的公民权了 自此之后也代表荷兰出赛 因为国际做总其实对于这种移籍选手 能够参加世界抬头 世界冠军头衔比赛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哇 所有家这边再拿一分下来 现在正确实的朝着这样比赛的胜利迈进 嗯 尤其是在这个球 顶住了 这个李娇喔 连续几拍正手攻击之后 由被动再转回来 哇整个 掌握到了李娇整个打球的节奏了 这球这时候这五位失误少一点 其实机会就蛮大的 反手先对住 哇漂亮 这球漂亮 李娇的变现成功 这也是他反手推挡 蛮特别的打法 前面靠着反手推挡 想变现成功率比较低一点 但是关键时刻发威 哇 节奏换下来 这个球是惊艳的 哈哈哈哈 这个球 球 到球台上是不走喔 几乎是有点像 那种撞球定竿的感觉 对 这个球旋转其实是非常强 只是不往前走 剩下一分的领先 哇球高起来就不妙啦 哇好球 又回到了索尔加的 最擅长的套路 对 反手先拉住 再转正手的进攻 这也是索尔加最有信心的打法 嗯 反手拉起来 衔接一个小侧身 索尔加时间啊 他的 哈哈哈 Solder moment 好球 哦 这一分也是把速度 节奏带的比较快一点 现在索尔加逼出了这场比赛的赛末点 有三个机会 全力的侧身 索尔加 哇 这一半漂亮 突然的变现了 啊 寶波这球 索尔加的反拉之后呢 你知道啊突然走直线啊 让索尔加来不及一位过来 化解掉了一个赛末点 你测 哇 这一次反拍完之后再衔接同样路线的正手拍 让索尔加锁定了第六局的胜利 比数是11比8 索尔加这场比赛先丢两局之后连赶四局 打败了荷兰老将李娇 成为了2015年 ITTF女子世界杯的第三名 在比赛结束的同时 当然也要请韦晶来分析一下 索尔加之所以能够逆转身的关键在哪里 是的那么在前两局哦 其实他在对于李娇整个机球节奏上面 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掌握 那么透过了这个比赛的慢慢进行 而在相持的阶段 他已经慢慢的掌握到这个李娇 在变现的节奏以及路线的选择上面的整个机球节奏 其实自己的年轻体力也更好 所以一分一分的磨 也将比数一分一分的打开 让自己整个状态在后半段越来越好 没错 这是索尔加第二度参与世界杯 去年他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就止步 没有想到今年一路闯进最后四强 并且拿下了第三名 再次恭喜这位德国女将 而转播进到这边也要请您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广告回来 要带给您最终的冠军决战 将由中国选手刘诗文出战地主十川家纯